同样需要一个安全而熟悉的环境 在这样的环境中 宁静可以是你一边听着海浪 一边让头脑放空的感觉 也可以是你捧着一本书 蜷缩在沙发中 身边躺着温暖的猫咪的那一刻 宁静的情绪很容易被忽略 却是你心灵的避风港 片刻的宁静能帮你重新整装出发 第四种积极情绪的表现形式是 兴趣 兴趣就像一只无形的手 牵着你的好奇心 让你自发的去关注 去探索 回想一下 当你在碧林中发现一条新路 你是不是想知道它通向何方 当你沉浸于学习一项新技能 比如舞蹈 同任 你会不会一有机会就跃跃欲试 不停突 在三明月中发现一条新的这一条新型